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爆炸 人民生活改善 而习近平在随直早就和另外六个政治局常委 出席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 习近平发表讲话 重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另外要坚持久二共识 保持两岸关系正确发展方向 无线电视机者马慧山报道 回来本港 旅法局公布上个月访港旅客跌一成 跌幅扩大 其中内地旅客少超过一成半 不过东南亚等地的旅客就显著增加 访港旅客数量连续六个月下跌 11月整体访港旅客大约474万人次 比起去年同期少超过一成 内地旅客更加跌超过一成半 在03年推出自由行以来最大跌幅 当中过夜和不过夜旅客分别下跌8%和近两成 而短途访港旅客增加一成 增幅最多分别是泰国、菲律宾和南韩旅客 长途客就上升6% 有酒店业人士说 圣诞期间酒店入住率大约8成半 随着其他市场旅客增加 相信可以彼補到内地客的跌幅 原大这段时间 我相信入住率可能还会比圣诞节会高一点 比较开心看到的是 其他市场旅客来香港的数字 是有上升的趋势 不过有零售业人士说 过去的两个月 珠宝中标行业的销售额跌幅显著 外来的游客通常他们主要就是一个来旅游 只不过就说 顺便是那里有些吸引地道的东西 或者是特色的东西 他们会买 因为自由行始终是真的来买东西 旅发局说一周一行的影响逐步浮现 再加上两个月之前曾经发生内地旅客访港期间死亡 亦都影响旅客访港的意欲 无线电视记者黄德兰报道 到财机时间 港股在大随值只有半日市 最后以升市结束今年的交易 不过全年买单计 2015年就是跌市和楼的问 是的 罗药安 今年最后的半日市 节日的气氛都相当之浓厚 港股收市是未升到32点 收报21,914点 成交有200几亿 至于总结全年的表现 其实就一般的 埋单计算要跌超过7% 跑苏亚太区内多个的主要股市 也是四年来表现最差的一年 而经历过股灾的内地股市 反而有得升 上海股市全年的升幅有9% 至于深圳股市更加升近1成半 灌绝区内 受环球经济放缓 预期美国加息 加上内地股灾等因素夹击 港股三年升的纪录断纜 全年表现就好像坐过山车 波幅8,000几点 4月港股大时代 恒指一度冲破28,500点 是金融海啸以来的最高点 不过好境不常 内地爆发股灾 港股在7月试过单日急错超过2,000点 仓力来最大跌幅 即使第四季有起息 亦都不能够修复失地 全年届要跌1,690点 下跌的风险都是存在的 尤其是经济放缓 或者人民币贬值 比市场预期之中多的话 明年2016年有一段时间 股市受到下行的压力 我自己会觉得不是很出奇 大行就估计明年大事的波动会没有那么大 瑞讯和大摩看得比较好 估计恒指有机会上回24,000至25,000点水平 市况不就也无碍个别蓝筹股的声势 当中变身成为啤酒股的华润啤酒 今年表现最好 升幅接近一倍 进行世纪重组的长华排在第二 神华就要包尾 年同旺旺和银鱼 细细跌超过四成 一年间经历大升和大跌的 要数同市放敏感度高的劝商股 多只今年都创过上市新高 结果全年要到跌两成以上 展望新的一年买什么比较稳阵呢 有证券家人士认为 有国策支持的内房股新能源股 很有机会跑出 不过资源股受打贪影响的澳岛股 这类弱势股就还未跌完 建议明年都是不宜瞻手 港股全年计要跌 不过楼价就有得升 地产代理的数据就显示 截至到星期日 本港的二手楼价指数 全年累计升超过2% 但单看上个星期 按照跌0.7% 已经是年跌第七个星期 立即看外围股市最新的表现 导致最新要向下跌近106点 做17497点 至于欧洲三大股市 德国股市是假期优势 而英国和法国股市收市都是偏远的 财经消息看到这里 加回给理事 人民币近多个月持续贬值 有内地人说觉得入口货货贵了 不过有旅行社说 市民外游的医抑未受影响 驻广州记者谭日鹏报道 人民币贬值 首当其冲的包括进口商 贬值对车池消费 好像是出国旅游的意欲 就未有造成太大影响 旅行社说机位和酒店房 在大半年前已经预订 人民币贬值未有推高团费 八成在春节期间出发的 长线团额门 贬值的数量都不是很大 都不是很自在 有学者估计部分商家 可能会将贬值带动上升的成本 转嫁给消费者 它只是贬值5% 跟过去那10年 累计上升8%34% 这种升幅相比 这个贬值幅度是相当温和的 由于人民币的贬值 是会令到入口的月材料 是会升价的 这些厂家怕汇率变动 会对它的收益造成影响 它就事先将汇率因素 就考虑在那个定价那里 也都会令到消费者会受影响 学者说汇率波动 对商品价格的影响 一般会在3-5个月内陆续浮现 他相信近期的人民币贬值 情况也会是差不多 无线电视著广州记者 谭若彭报道 日本和南韩日前就慰安府问题 达成协议 日本将会撥款10亿日元 协助慰安府安佬 不过有报道说 南韩要移走慰安府同胀 作为条件 南韩否认 象征慰安府的和平少女像 四年来一直注射着日本大使馆 会逢星期三集会的民众 继续要求日本承担法律责任 虽然日本同意出资10亿日元 支援南韩的慰安府基金 不过日方据报提出前提条件 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 指南韩必须移走少女像 否则不会得到10亿日元 因为日方认为 若果少女像问题 还未解决就撥款 难以得到日本国内舆论理解 还说南韩政府 已经知道条件内容 消息又说 日本首相安佩晋三希望南韩 以行动证明 不再重提慰安府问题 所以提出移走少女像为条件 南韩外长韵炳世就强调 协议内容不可以任意解读 南韩总统府宣传部首席秘书金星宇 也都批评有传媒报道失实 他希望传媒保持克制 避免激起民众情绪 也都强调南韩政府 就争取慰安府赔偿已经尽力 呼吁民众支持协议 否则长达24年的谈判 将会打回原形 政府也没办法在 受害者健在时解决问题 母纤电视记者朱少林报道 日晚上演 省港杯足球赛首回合赛事过明显 香港先在主场迎战广东 港队先失一球之下 最终是逼和对手 球迷入场支持 胜过千言万语 红三的港队二年轻球员为班底 即将北上落班的伊达 看得通晒之后传给李家耀 借盲人一脚还差一点火候 教练廖俊辉赛前说明 希望借赛事为一队赔肉身血 借一球防守标波输经验 被广东队的赛镜员 个人表演兼开纪录 一组有世界杯外围赛经验的陈俊乐 带起队长被张以身作则 接应伊达的国球赶紧入攀平 至于他赛前所说 广东队踢阀硬朗是可以预期的 幸好这一类飞沙踢石的镜头 未算经常出现 石虹中一罚球 也未有口气增南辉 双方下半场再找不到入球 结果赛和1比1 星期日就能到港区组合剧次联合 无线电视机者杨俊烨布道 好了 转体是澳职 中岸水手终止六连败的劣迹 黄衫的水手在主场对着威灵顿凤凤凰 靠废拉拿的12码开记录 阿士甸接应全中铲入 水手半场领先到两球 凤凰在换边之后 由包围追成接近的比数 不过离以之后 拿地坡入网帮水手 验定赢3比1 看看今天的继络合彩结果 是2号11、12、22、24、25 特别号码是3号 头掌没人中 2掌6卓半中 每桌派28万多 各位新闻报道完毕 万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